大家好,我是山姆 那學生問我這個問題啊,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深度的問題 大家可以先點這個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Handy Calibor Fitness的影片 那這三段影片是他在MBSC進行訓練的影片 那如果你是基地教練 他來找你進行訓練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訓練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去思考的問題 這問題也相當有趣 我想如果你是基地教練的話 既然他找上你 我想他要的就是要改善基地 而你真正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改善他的基地 我覺得就是這麼單純啊 因為他就是相信你的專業才來找你嘛 所以你對自己也要有自信 那有人會問他這種情況可以練嗎 他這種 身體外七牛爸可以練嗎 我的答案是這樣,為什麼不行 難道我們遇到這種人就會需要有不同的訓練系統 不同的訓練動作嗎 其實不然呢 我認為訓練系統 你要訓練的動作其實都是一樣 關鍵是在動作的選擇上 你如何針對他的人力 及狀況來做調整 也就是所謂動作的倒接 如何將動作倒接到他適合可以做的 這水準 我想原則不然 以他現有的身體結構下 不要去加劇 不要去加劇他原本的狀況 然後在無痛訓練的情況下 進行人體自然動作的基地發展 有可能他就是無法脊椎中力 三點貢獻等 但既然他來找基地教練 我們就用記憶力的訓練方式來訓練他 而不是用醫生或物理治療師的方式來訓練他 對吧 我覺得這很合理 也就是專業人員要認清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如果客戶來找我們 當然我們的專業沒辦法解決他的問題的話 其實就直接誠實的跟他說 甚至就直接轉介 我覺得這對大家都好 那回到主題 嚴重駝背 記憶力訓練課表要怎麼改 那其實課表不用改啦 因為要改善頭背其實沒有這麼容易 之前有錄過廣播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來聽 要注意的是動作的選擇我個人是這樣啦要注意動作選擇其推拉的比例 建議不要會選擇加劇他駝背的動作 以我自己的經驗好了就教學經驗好了 我可能就不會選擇 槓鈴臥推 雅鈴臥推 而是選擇伏力挺身 或者是我也不會選擇引力向上 而是選擇滑轉 大概是這樣 以上分享 在對方的選擇 從這張來的 都會選擇 對方的選擇 這張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